市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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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著小朋友 新北市長朱立倫 熱情和大家打招呼 中和區新南國小 舉辦披荐工程啟用典禮 市長前來加持助政 感謝為工程奉獻心力的人士 讓孩子在舒適的環境中 快樂的長大 立委議員及地方人士 也都共襄順舉 場面非常熱鬧 我們今天又一座 老校更新完成 這是我們任內已經完成的 第三十四座 大家看到一個有歷史的新南國小 能夠變成一個嶄新的風貌 有嶄新的校舍 嶄新的運動場 我相信結合它悠久的歷史 一定能對教育下一代 提出更多的貢獻 那我們也持續在做這個老校更新 那今年的第三十五座 第三十六座也很快就會完成 新北市政府優化學生的學習環境 提供經費整建學校 歷經兩年多的改造 完成地上五層 地下一層的新大樓樣貌 校園空間重新配置 增加綠化面積 並規劃靜態活動和動態活動的分區 取用嶄新樣貌 讓人耳目一新 這棟大樓我們除了有學生的一個教室之外 也有專課教室 還有小朋友的圖書館 整個也都是新建的 就在新大樓 那當然裡面還有 因為我們校地很小 所以我們在新校舍裡頭 除了挑高穿堂 讓他們在校雨天有一個戶外活動場地之外 在三樓我們也規劃一個熱火運動站 是簡單型的國民運動中心 讓小朋友可以在那裡面玩 齒做電商運動 或者是攀爬的一個遊戲 那最上面五樓 就是一個多功能集會廳 未來要小朋友 有一個展演的空間跟舞台 新南國小校風和諧 學校積極推動多元學習 同時創造空間 讓學生有充足豐富的自主學習平台 中央新聞揚州立小楓中和報導